如果将太阳浸泡在一个比它体积更大的水球里面,它会熄灭吗? 对于地球观察者来说,太阳还真的会被浇灭了,不过是暂时的。 即便对于和太阳相同体积的水来说,质量也高达太阳的1.408分之一。 太阳的密度,1.408乘以10的立方千克每立方米。 水的密度,10的立方千克每立方米。 太阳的质量,1.9891乘以10的30次密千克。 可知,这些水的质量至少是1.4127乘以10的30次密千克。 把这些水加热并最终成为数千度的等离子体,吸收的能量可达2.5乘以10的38次密焦。 有人一直对这里的水取了10的立方的密度耿耿于怀。 我这里解释一下。 水的确在低压和高压下会有密度变化,但变化幅度只有20%, 且最高密度略高于10的立方,最低密度为0.8倍10的立方。 这是水液箱分子间距和排序所决定。 分子密度更高,则会固下化。 对于质量达到10的30次密的纯水球来说, 最内部压强高达1亿个大气压,也就是1万G帕。 而长湾下的水,早在1G帕就会转化成为冰6,温度越低,转变越快。 超过2G帕,转变成冰7,达到1000G帕,转化成冰11。 高达1万G帕时,分子间破裂等离子体化。 此时温度也极高,足以发生核聚变。 这还不考虑太阳眼力,太阳表面眼力加速度是地球的28倍。 如果考虑太阳眼力,压强可达到28万G帕。 所以说,常规眼力下,太阳那么大的水球是不可能合理存在的。 那么,这个体量的水球就必须是一个理想水球, 它才能整体维持成叶向的状态。 实际体面的本意,本身就是倾向于理想水球的。 只不过,理想水球在被释放的刹那, 则需要考虑所有受力情况。 水等离子体化吸收的能量,计算过程是这样的。 根据水的温度不同, 水气化所需的能量约为3.193乘以10的36次密焦, 到3.786乘以10的36次密焦。 以至,水蒸气加热到2000摄氏度左右, 会分解为氢气和氧气。 升温的过程中,水蒸气比热溶降低。 加热到临界点, 至少需要能量约为3乘以10的36次密焦, 一亩而水蒸气分解成氧气和氢气。 吸收241.8000焦热量。 可知,所有水蒸气解体为氢气和氧气, 所需要的能量约为1.3433乘以10的37次密焦。 保守估计, 这些氧气和氢气加热到电离临界点, 所需的能量约为2乘以10的37次密焦。 氧气电离两个电子以及氢气电离, 需要的能量约为2乘以10的38次密焦。 总计,这些水从加热一直到成为等离子态, 大约需要2.5乘以10的38次焦的能量。 以致,太阳每秒钟释放的总辐射能量为4乘以10的26次密焦。 那么,太阳原始辐射强度下, 等离子体化这些水的时间为6.25乘以10的11次密秒, 和19818年。 不过这些水为太阳至少增加了70%的质量。 如此多的质量下, 太阳核心压力和温度升高, 核聚变强度和体积都会相应地增加。 太阳核聚变发生于核心内, 温度高达1500万K, 气压高达3000亿个标准大气压, 核心区域外部的压力和压强, 不足以发生核聚变。 所以此时的太阳外部是不会发生核聚变的。 新增的70%的重量, 迫使辐射区位置向内部挤压, 大量的辐射区转化成核心区, 会大大增加核心区体积。 已知, 天狼星是太阳质量的两倍左右, 核辐射能力却是太阳的25倍。 可知, 增加70%的质量, 太阳至少可以增加10倍的辐射强度。 那么, 水等离子体化的时间将缩短到2000年左右。 对于果珠太阳的水来说, 超过一定极限时, 增加的水质量越多, 核心辐射就越强, 水等离子体化的时间反而就会缩短。 一开始, 水全部包裹太阳的时候, 几乎所有的太阳辐射都被水所吸收。 可见光在水中会衰减, 对于厚度达到数十万公里的水来说, 地球人已经完全看不见太阳了。 对于此时的地球人来说, 太阳是真的被浇灭了。 这个黑暗期长达20年以上, 太阳的消失对于万千生命来说, 就是世界末日。 绝大部分的动植物都会在这20年的黑暗中灭绝, 人类凭借核工业苟延残喘。 20年的过程中, 内部接触太阳的水层直接等离子体化, 更外一点分解成氢气氧气, 再外一点的水气化。 用敏感度高的天文望远镜, 能够看到水球逐渐沸腾的过程。 沸腾之前, 大量的水足以浇灭太阳的对流层, 甚至浇灭部分辐射区。 虽然太阳主要是气体, 但这些水也不至于落入到太阳内部太深的地方, 因为太阳内部的密度高于水的密度。 在水气化过程中, 此时的太阳大致会呈现核心区、 辐射层、水层、 大气层四层的状态。 在高温作用下, 水层会逐渐气化。 不过, 由于高达数十个G的重力加速度, 即便水蒸汽全部气化, 致密性也很高。 二十年后, 直到包裹太阳的水全面气化, 大量的可见光从太阳辐射出来, 太阳逐渐明亮了起来。 此时, 人类可以通过储存的种子, 再次让地球欢发生机。 不过, 此时的人们看到的, 不再是原来太阳的黄光, 而是蓝光。 这是因为, 此时太阳质量是原来质量的1.7倍, 超过了1.5倍。 地域0.5倍为红光, 0.5到1.5倍之间为黄光, 大于1.5倍为蓝光。 由于聚变核心区压力很大, 温度急剧上升, 碳氮氧循环加剧, 核心区因温差过大而形成对流层。 高辐射压力把恒星撑得更大, 体积至少膨胀到当前太阳体积的4倍以上。 由于外部温度比较均匀, 外部物质反而不再对流, 外部氢元素不再被消耗, 氧等离子体下沉。 由于核聚变更加地强烈, 太阳的寿命反而会缩短30到40亿年, 最终只剩下不到10亿年的寿命。 增加的水越多, 聚变的指数加倍, 寿命就越短。 随后, 太阳的辐射能力每年不断地增加, 数百年间辐射强度就能达到太阳的大小。 大约2000年左右, 在氢气和氧气被全部等离子体化以后, 太阳的辐射强度已经翻倍地增加, 一直到曾经辐射能力的10倍以上。 那么地球辐射增加的是10倍吗? 其实并不是。 太阳质量增加之后, 引力适能发生了改变。 太阳质量增大, 地球被吸引, 近日点的动能加适能, 等于远日点的动能加适能。 把地球公转近似看成圆周, 可得近日点的距离大约为6.23乘以10的7次密千米。 地球圆半径的41.7%, 不足以被太阳吞没。 当然, 如果增加的水体量达到太阳质量的10倍以上, 地球就会撞击在太阳上。 由于近日点辐射面积的增加, 可通过面积式长度平方的关系, 得到近日点的位置, 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激增了4.76倍。 那么, 较于旧太阳, 地球上近日点的辐射增大47.6倍。 在近日点时, 即便有大气层对辐射的反射、 吸收等所有, 白肉温度依然可以升高到1000摄氏度以上。 水分蒸发, 大气层很快消失, 地球温度可以继续升高到数千度。 地球表面融化, 成为一颗熔岩行星。 不过太阳引力的变化引起的混乱, 形成混沌效应, 行星轨迹会有不可预知的变化。 地球极有可能与其他的行星发生碰撞。 虽然生命会悉数灭绝, 但地球运气足够好, 依然可能被撞到新的宜居带, 演化成一颗新的泪底行星。 发生这一切之前, 如果人类有能力离开的话, 只有一个较短的时间逃离。 太阳升温时, 平均每一年便能升高1摄氏度, 越往后温度升高越快。 示意人类生活的时间, 可能只有短短的数十年。 这么短的时间, 人类几乎不可能从之前20年的黑暗期, 恢复过来。 除非这个事件, 发生在人类真的能星际穿越的时候, 十亿多年后, 无论人类是否灭绝, 太阳内核塌缩, 辐射大量的能量, 外部氢元素全面核聚变, 演变为红巨星。 氦闪地球被吞噬, 数百万年后, 红巨星燃烧殆尽, 它缩为白矮星。 不过, 提主提到的体积大于太阳, 并没有说上限。 如果新太阳总质量超过旧太阳的八倍, 太阳晚年塌缩后, 剩余质量将会超过前德拉赛卡极限, 即1.44倍太阳质量。 它会在超新星爆发后, 它作为中子星。 如果剩余质量超过太阳的三倍, 则会塌作为黑度。 总之, 加水仅仅只是给太阳加燃料而已, 太阳内核聚变会更加地剧烈, 辐射出更多的能量。 但因为辐射出的大量能量被水大量地吸收, 人类会看到太阳被暂时剿灭, 随后太阳会再次明亮起来, 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末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